尊敬献受礼 奴子和珅叩见皇上 皇太后 平身 谢太后 太后请看 此代是用一百零八颗和布珍珠相串而成 奴子和珅 祝太后老婆爷万寿无家 这么大的珍珠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呢 皇娘 这样的珍珠 ildo 八大 能有几颗已经不易 随便得一口气 限掀一百零八颗 独见孝金 谢万岁 你什么再料得起 季云季晓兰进献受礼 季大人 您的献礼 好 好 季大人 请 多谢 敬贺太后受礼 太后千岁千岁千千岁 敬身 谢太后 季小兰 你的贺礼一定是别出金财吧 启禀皇上太后 季小兰不能像何大人一样 这么大手笔 只好亲笔写了一篇祝寿父 请太后笑纳 季小兰书法闻名天下 好 看看吧 遵遗旨 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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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哈哈哈哈 通说季先生清廉节俭 今日一件果然不凡 连表辈的钱都省了 哈哈哈哈 我打开瞧瞧吧 把手打开呢 哦 遵旨 李小蓝 你什么意思 一张白纸 你眼里还有没有太后 我 哎呀 太后寿淡之日 季先生绝不会如此无礼的 肯定是忘在那了吧 哦 找找看 找找 找找啊 这家在搁着窝里了 还是藏靴筒子里了 这是白纸 季小蓝 太后华旦你就献白纸啊 哦 哦 哈哈 哈哈 哎哎哎 何大人 帮帮忙 干什么 帮帮忙啊 来 来 抬过去 哎哎 哎 这是我献给太后的 凭什么你要抬过去啊 我知道是何大人献的 借用一下 走 小心点啊 多谢 我这可可可都价值千斤啊 知道 你干嘛呀你这 来来来何大人 多谢何大人 来 慢慢放下 慢慢的 哎 哎好哈哈哈哈哈哈 来 何大人来 往后退 再往后退 好 太后请看 我看到了 看到了 一个 哨子 哈哈哈哈 太后 这是奴才献给您的 这接下来 您是偷鸡取巧吗 哎 何大人此言差异 这正是 借花献佛吗 哈哈哈哈哈哈 掇掇贵 多谢何大人 你好 好 谢谢横大人